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下午跟大家分享的 是要来谈约伯的人生 听说去年林长老在这里 用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约伯剂 听说去年林长老已经在这里用了一些时间 跟大家分享约伯剂 在苦难的事件中 今天下午我们就从约伯在釜蘭的世界中 从里头去看他怎么面对这样的人生 在整件事件里面从里头看他怎么面对这个人生 好让我们也能够做同样的思考 让我们也能够做同样的思考 当我们在阅读约伯剂的时候 当我们在阅读约伯剂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人读完以后 几乎每一个人读完之后 都会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都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看到约伯遭遇到的患难 那是任何人承受不了的一种现象 那些是任何人都承受不了的现象 但是最后能够蒙神拯救而得到医治 但是最后能够蒙神拯救得到医治 从最富有的人生境地 从最富有的人生境地 然后遇到苦难成为极贫穷困难的人 然后遇到苦难 好幸福的人生 画下他人生的据点 其实世界上这么多人 其实世界上这么多人 要能够像他这样遭遇的人不多 要像他这样遭遇的人 其实不多 所以读完了约伯剂 所以读完约伯剂 真的会叫人发出一种感念赞叹的声音 真是会叫人发出感念赞叹的声音 这是证明了一件事 凡事皆在乎神的作为 凡事在乎神的作为 约伯的苦难的人生里面 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 约伯苦难的人生里面 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 约伯剂这样记载 约伯剂这样记载 我们来看一下 请看约伯剂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一节 约伯剂的一章一节 约伯剂一章一节 约伯剂 第一章一节 新读我的读字 乌斯地有一个人不明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敬委神软离恶事 在这里 约伯剂一章一节 在这里约伯剂一章一节 很直接的就介绍 谈这位约伯的人 很直接就介绍 说约伯这个人 说乌斯地 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有一个人叫约伯 那乌斯地 在當代來講是一個以東人居住的地方 這裡記載 約伯是完全正直的人 他是敬畏神的人 他是遠離惡事的人 所以也有人把約伯記 把中心的主題就是定在一章的一節 整個就是介紹約伯 而這個人就是完全正直的人 要做到正直不簡單 如果你很怕死 你一定會假裝都不知道 明明知道講不知道 因為你怕事件會衝到你身上 你不敢正直地表達正確的立場 所以你不敢正直地表達正確的立場 而且還要做到正直裡面的完全 所以更加要做到正直裡面的完全 這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又談到他是敬畏神的人 又說到他是敬畏神的人 遠離惡事 遠離惡事 所以約伯記的存在 其實就是要見證一個 其實就是要見證一個 能夠像他這樣的一個人 這種人 這種人 神要操練他 神要操越他 並且要喜悅他 並且要喜悅他 所以可以說這個約伯的為人 這個事蹟就是成為約伯記的中心的信息 所以講約伯記為人 他的事跡就成為這卷書的中心事跡 事實上約伯記他是在討論一個古老的課題 事實上約伯記在討論一個很古老的課題 什麼課題 什麼課題 苦難 在苦難中 在苦難中 你還能是完全正直的人嗎 你還能是完全正直的人嗎 是敬畏神的人嗎 是敬畏神的人嗎 是遠離惡事的人嗎 是遠離惡事的人嗎 人遇到苦難 人一到苦難 要政治不簡單 一遇到苦難要正直不簡單 敬畏神也不簡單 要敬畏神更加不簡單 你不能活啦 還要去聚會嗎 我都活不下去了 為甚麼還要去敬畏 那家裡吃什麼 那就是被苦難的担注 就是被苦難跌倒了 我這麼苦啦 我這麼苦啦 看到別人過得這麼好 很多人都會很嫉妒 很多人都會很嫉妒 他就會想盡辦法 他就會想盡辦法 最好我做一件事 然後就很快就賺一千萬港幣 好快就賺一千萬港幣 多少人就喜歡 停而走前走這樣的事 所以很多人喜歡停而走險 走這樣的事 所以你在苦難中 你還能遠離惡事嗎 所以你在苦難中 你還可以遠離惡事嗎 耶伯記在討論這樣的苦難課題 約伯記在這裡討論這樣的苦難課題 那這種問題一直都是有人類在地上以來常發生的事 所以約伯記他就談到一個苦難的來臨 所以約伯記他講到一個苦難的來臨 然後不單單就約伯在講話 然後不單止是約伯在這裡討論 他三個朋友也廣泛討論這件事 後來還有一個年輕人以利戶 後來還有一個年輕人以利戶 他也講這件事 他也講這件事 接著這三個朋友和年輕人那一個人 加起來四個人 藉著這三個朋友再加一個年輕人 就是四個人 所以他們從不同的層面來看約伯說的苦難 所以他們所考量的問題內容方向也不同 他們所考量的問題內容方向也不同 你就可以看到約伯講的 和那四個人講的 對界定苦難的意義原因也不同 對界定苦難的意義和原因都不一樣 結果這個當中的辯論過程 你會發現他們每一個都非常有口才 你會發現他們每一個人都很有口才 如果我們在當時能夠講出這樣的內容 如果我們在當時就可以講出這樣的內容 所以藉著這個三次循環的辯論 藉著這三次循環的辯論 最主要就是要投射出一個非常確實的人生的真理 最主要就是要投射出最確實人生的真意 什麼真理呢? 什麼叫真理呢? 就是苦難神學 就是苦難神學 我們今天常常想門恩 常常想到神的神蹟作為能夠在我們身上 但是我們在活的日子裡面 但是在我們活著的日子裡面 有苦難在裡頭 有苦難在裡頭 有問題要處理 這就是所謂的人生的真理其中一部分的苦難神學 這個就是所謂人生的真理其中一部分的苦難神學 所以約伯記可以帶出這樣的討論的題目 所以約伯記可以帶出這樣的討論題目 探討約伯記的時候 讓我們在患難中 可以建立一個正確的人生觀 可以建立一個正確的人生觀 如果你用這種角度來看約伯記 如果你用這種角度去看約伯記 你就會看得很有得到一種體悟 你就會看到能夠得到一種很特別的體悟 可以得到很好的學習 得到很好的認識 得到很好的認識 而不是只有集中在約伯身上 而不是只有集中在約伯身上 當你明白之後 當你明白之後 你也可以反射用在自己的過程 你可以反射用在自己的身上 和你所關心的家裡人 和你所關心的家裡人 或者是親戚朋友 或者是親戚朋友 你也可以把他們從苦難裡面 怎麼樣帶出走到有一個神童在的人生 那要談到這樣的苦難神學的時候 要講到這樣的苦難神學的時候 要認識約伯的人生經歷的時候 要認識約伯記人生經歷的時候 我們就要了解約伯記這一卷的題材 我們就要了解約伯記這一卷的體材 約伯記他非常真實地把歷史背景講述 約伯記非常真實地把歷史背景講述 但是他的成書日期沒有寫 但是他的成書日期沒有寫 他的作者是誰也沒有講 作者是誰也沒有講 這個是我們所了解的 這個是我們所了解的 那約伯記被公認是歷來最偉大的一個詩歌之一 在聖經的正點來講 它就是五卷詩歌智慧書的頭一卷 也是古代智慧文學的一個表彰 那約伯記裡面 它充分展現出 它充分展現出 裡頭的知識的全員是非常浩瀚 裡面的知識全員是非常之好 談到日月星辰天象 講到日月星辰天象 整個聖經裡面只有約伯記裡面有說到 整個聖經裡面只有約伯記講過 所以它裡面談到的知識 所以它裡面涉及的知識 下至人間疾苦的事 下至人間疾苦的事 上至日月星辰的天象 上至日月星辰的天象 所以而且從裡頭我們看到 他的文體的思想脈絡 而且從裡頭我們看到 他民體的思想脈絡 他敘述的非常感人 他敘述得非常感人 真的會發現這個神真的是全能 約伯記也用了許多豐富的詞彙 約伯記也用了許多豐富的詞彙 所以他被稱為 舊約時代的沙士比亞書 所以他也被稱為 舊約時代的沙士比亞書 因為用詩歌題材來描寫 因為用詩歌題材來描寫 所以他裡頭的經文的應用 他裡頭的經文的運用 很多都成為一個 在人生的一個序劇裡面 很重要的想法和用語 很多都成為人生的一個 聚劇裡面的一些想法和用語 序劇裡面 序劇 序劇 他主要用詩歌題材來記述 另外就是用一種辯論的形式來呈現 另外就用一種辯論的形式來呈現 這個是他的形式 這個是他的形式 那在整個約伯記的結構裡面 在整個約伯記的結構裡面 他是用一種散文式的敘述來為主題 他是用一種散文式的敘述作為主題 所以形式或結構 所以形式或者結構 還有他敘述的方法 或者他敘述的方法 這個就是在研究聖經每一卷的時候 一定要探討的地方 這個是研究聖經裡面 每一卷裡面都要探討的方法 你如果沒有掌握這些方向 你如果沒有掌握這些方向 你一打開馬上說 我認為我敢想 那個很容易帶錯聖經的方向 你如果一打開就馬上說 我認為我的感想 你就會帶錯方向 結果馬上講出你自己的想法 你都會解錯那個原來的經文 結果就立刻講出自己的想法 就會解錯了他的經文 所以閱讀約伯記的時候 所以讀約伯記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用一個整體的面 來做探討 我們要用一個整體的面來探討 然後不要離開那個苦難神學的著作 然後不要離開苦難神學的著作 從中來明白苦難的意義 從中來明白苦難的意義 還有舊約中要啟示比較深遠的真理的那一方面 也就是在苦難神學裡面的忍耐和信仰的功夫 就是忍在富難神學裡面的忍耐和信仰的功夫 讓我們對人生有崭新較客觀的認識 然後讓我們對人生有一個暫身客觀的認識 所以就整體面來講 所以就整體面來講 約伯記總共有42章 約伯記總共有42章 他有一個架構在上面 他有一個架構在裡面 第一個在架構裡面的第一點 在架構裡面的第一點 就是介紹約伯記的歷史背景 就是介紹約伯記的歷史背景 他都有交代什麼地方的人 發生什麼事 他有交代什麼地方的人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這個人自始至終怎麼樣 然後這個人自始至終 那個就記載一章到三章裡面 這個就記載一章到三章裡面 那他這個結構的第二點 他結構的第二點 就是講約伯跟三個朋友的對話 就是說約伯和三個朋友的對話 是記載從四章一直到三十一章 是記載四章一直到三十一章 那這個第二部分 這個第二部分 他就分作三個循環的段落在講對話 他就分作三個循環的段落來講對話 再來結構的第三部分 就是講那個年輕人以利戶的說法 就是講年輕人以利戶的說法 他說你們年紀大 你們先講 你們講不出什麼結果 你們年紀大 你們就講先大 你們講出什麼結果 最後我年輕 所以我最後講 因為我年輕 所以我最後才講 那個在約伯記 就從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 那那裏就是約伯記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 那結構的第四部分 那結構的第四部分 就是全能者的講論 也就是神最後出面說話 也是神最後出面說話 記載在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 記載在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 那最後結構的第五部分 最後結構的第五部分 就是約伯記的結論 就是約伯記的結論 裡頭談到什麼呢 裡面講到什麼呢 講約伯記的醒悟和改變 這個是記載在四十二章 當你要學習神的道理 當你要學習神的道理 你一定要把那一件的結構 它的形式體裁要認識 那你在解經的時候 才不會用自己的想法 才不會離開了它原來的這一經卷的主著 才不會離開它原來這一經卷的主著 那第二部分要講的 第二部分要講的 就是苦難神學裡面講到的 約伯的遭遇 就是苦難神學裡面講到的約伯的遭遇 你首先了解約伯記的題材之後 你首先了解約伯記的題材之後 那你就要進去談事件主角的這個過程 你就要進去裡面講事件主角的這個過程 你才能夠看出約伯的人生 到底有什麼要讓我們學習的地方 才可以看到約伯的人生到底有什麼東西值得去學習的地方 第二部分是約伯的遭遇 第二部分是約伯的遭遇 根據約伯記第一章的敘述 根據第二章約伯的罪述 我們能夠明白約伯的苦難 我們能夠明白約伯的苦難 是由撒旦的控告和攻擊而來 是由撒旦的控告和攻擊而來 我們來看約伯記第一章 我們來看約伯記第一章 那個六節到十二節 是六節到十二節 第六節有一次在天上的時候 第六節有一天在天上的時候 神跟祂的眾使者在上面 那個時候魔鬼還可以到天上 那個時候魔鬼還可以到天上 祂就控告約伯 他就控告約伯 因為第八節說 因為第八節說 神說你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嗎 約伯 神說你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約伯 第一章第一節 要談約伯作為約伯記的中心的經文 作為約伯記中心的經文 那個是作者要強調的這件事 那個是作者要強調的這件事 他從哪裡來 他從哪裡來 是根據神說第八節這裡講的 是根據神在第八節這裡講的 他為什麼會跟魔鬼撒旦這樣講 他為什麼會跟魔鬼撒旦這樣講 因為約伯是榮耀神的人 你看看這個人敬畏神 你看看這個人敬畏神 神因為約伯得到榮耀 神因為約伯而得到榮耀 這個時候撒旦一有機會就是想要破壞 這個時候撒旦一有機會就想要破壞 所以這個撒旦他就跟神這樣說 所以撒旦就跟神這樣講 他能夠敬畏你 他能夠敬畏你 乃是因為你四面用泥巴把它維護 乃是因為你將他四面的 他做的一切都是你祝福的 他做的一切你都祝福他 你試著看看放掉他 你試一下拿起殺的 他還會不會再敬畏你 他還會不會是政治人 還會不會是眼力惡事的人 他還是不是遠離惡事的人 十二節神對撒旦說 神對撒旦說 好了 那允許你攻擊他 好 允許你攻擊他 但是你不能害他的生命 你不能害他的生命 這個魔鬼撒旦就開始想盡辦法破壞 這個魔鬼撒旦就想盡辦法破壞他 在十二節這裡說 在十二節那裡說 神說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神說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但是你不能加害他的生命 但是你不能加害他的生命 這一句話也提醒我們 就算魔鬼要擾害神的兒女 就算魔鬼要擾害神的兒女 是有界線範圍的 是有界線範圍的 是有限的 是有限的 不是全部的 記得他不會傷害到我們的生命 記得他不會傷害到你的生命 但是這個過程是很辛苦的 但是這個過程是很辛苦的 所以神沒有允許他 完全的把耶伯給毀滅掉 所以神沒有允許他 將若伯完全毀滅 只是要證明他 是不是有純正的信仰 能夠敬畏神 只是為了要證明他 是不是有純正的信仰 他說不可以加害這個耶伯 所以他不可以加害這個耶伯 在另外的聖經版本這樣講 在另外的聖經版本這樣講 神說好 耶伯在你手中 神說好 若伯在你手中 你只要存留他的生命就好 你只要存留他的生命就好 在天上有這樣的討論 在天上有這樣的討論 但是耶伯本身不知道 若伯本身不知道 所以對於耶伯來講 這個苦難突然來的 他也在想我沒有做錯 他也在想我沒有做錯 突然跑出來的 所以這裡提醒我們 我們受到苦難 其實有三個方向 你可以去想一想 第一個方向 因為你違背了神的道理 所以你背負了重擔 所以你背負了重擔 你受苦 沒有什麼好誇的 沒有什麼好誇的 你看我受苦了 我祷告神 這個不用誇口 你看我受苦了 我祷告神 因為你前面就犯錯 因為你前面有犯錯 你違背了神的道理 你違背了神的道理 怎麼可以用後面來誇口 你看我得福了 不能這樣講 你怎麼可以用後面來誇口 那是神靈命你 這個是神靈命你 因為你改變悔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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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平安的 你不能拿來說 我做錯了 我後面說 你看我好啊 你不可以這樣講 你做錯了就說 你是為你自己的做錯而受苦的 你是為自己做錯而受苦 這是第一種苦難的來源 第二種苦難 第二種苦難 就是這個約伯的 就是這種約伯的 對 出於魔鬼的攻擊 出於魔鬼的攻擊 第三種 第三種 神要試煉 神要試煉 神要訓練 將來要背負重大 將來要背負重大 他要安排環境事情來磨練你 安排環境事情來磨練 這個過程也非常苦難 你看摩西經過40年的訓練很苦 你看摩西經過40年的訓練非常之苦 我們看到聖經很多人物這樣的磨練 我們看到聖經很多人物這樣的磨練 那這就是三種苦難的來臨 這個就是三種苦難的來源 對於約伯來講 對於約伯來講 他真的非常感慨 他真的非常感慨 這個時候他體會到一件事 這個時候他體會到一件事 我們來看那個約伯記第一章 我們來看約伯記第一章 二十節二十一節 約伯記第一章二十節二十一節 約伯便起來撕裂外婆 剃了頭伏在地上 敗說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 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精重的 當約伯遇到苦難的時候 當約伯遇到苦難的時候 一天死了十個孩子 一日之內死了十個兒子 財產被敵人踐踏搶走 財產被敵人潛踏搶走 一天就會發生這樣的事 死了一個孩子就受不了 死一個兒子就受不了 有時候你買一個心愛的腳單車 不見了你就很難受 有時候你買一個心愛的單車 你不見了都很難受 何況他遇到的是人生 很少將遇到這樣的大患難 何況他一日之內就遇到這樣的大患難 他感慨的 而且也跪下來這樣祷告 他感慨的也跪下來這樣祷告 他說 我出生於母胎 赤身離開世界 赤身離開世界 賞賜是神 收取也是神 這個講起來很簡單 這個講起來很簡單 但是他遇到患難以後 他體會到這樣的苦難的真理 但他遇到患難之後 他體會到這樣的苦難真理 他才知道一切都是出於神 他才知道一切是出於神 而且神的名是應當稱頌 而且神的名是應當稱頌 他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我們發現他遇到了患難以後 他才更加深入地表明神的名應當稱頌 但是當他遇到患難之後 他更加深入地表明神的名應 我不是在問我 我平常就信仰好 就不是在說我平常不信仰好 我現在遇到這個問題 他在問我 主啊你騙我 主啊你騙我 主啊你罷我 主啊你罷我 他不這樣講 他不這樣講 所以 遇到這種患難 他遇到這樣的患難 他卻在這個時候 更加了解明白神的權能 他這個時候更加了解明白神的權能 而且證明見證神的名應當稱頌 所以在耶伯記裡面 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 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 耶伯的人生 從一個非常富有在當地的大財主 從一個非常富有在當地的大財主 遇到災難 遇到災難 落到什麼都沒有 落到什麼都沒有 哇這種人生是非常的辛苦 這種人生是非常的辛苦 藉著這種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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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來看看 我們可以來看看 他的人生面臨了三種環境 他的人生面臨了三種環境 第一種環境是什麼樣的環境呢 是空前未有的財富 也就是非常有錢 如果在香港地區 你是香港最有錢的 那個人生又怎麼樣 如果在香港地區 你是香港第一首富的人生 又會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那樣感覺 我們不知道 我們有沒有機會 如果我是香港最有錢的人 我進到地鐵裡面 人家怎麼看我 我如果走進地鐵裡面 去吃一個去養茶 人家怎麼羨慕我 去酒樓喝茶 人家怎麼羨慕我 這空前的大財富啊 這個是空前的大財富 那第二種環境 第二種環境 一般感受到的是 陷入到極度貧窮孤單 你把感受到是陷入極度貧窮孤單 那第三種的環境 第三種的環境 是他在過一個無法衡量的個人的痛苦 他是過著一個無法衡量個人的痛苦 所以這三種的生活環境 是這種三種的生活環境 臨到他的身上 很痛苦 好像那個人間的地獄一樣 好像人間的地獄一樣 真的沒有辦法形容 而在這樣的苦難的大環境裡面 而是這樣的苦難的大環境 要考驗他的信心的操練 而且魔鬼用盡各種方法 而且魔鬼用盡各種方法 能夠打敗約伯 就是打敗神說的話了 能夠打敗約伯 就等於打敗神說的話 你這個神 你的保證 你的說法就不對了 這個神你的保證 你的說法就不對了 所以你看看這個約伯的被考驗 不簡單了 所以你看約伯被考驗是不簡單的 但是他對神堅定無比 但他對神堅定無比 他被描述的是一個敬畏神的人 他被描述的是敬畏神的人 我們在第一章第二章都可以看到這種字 甚至到四十二章的節 也看到這樣的字 甚至到最後一章 四十二章都看到這樣的字 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面 不敢得罪神 不敢得罪神 我們來看這個約伯基一章二十二節 我們看約伯基一章的二十二節 二十二節 二十二節 這裡說在 這個作者把他整個過程的事件 先做一個結論 這個作者將整個過程事件 先做一個結論 這裡就說 他在一切就是這個患難的事件上面 他這個一切就是這些患難的事情上面 也不犯罪 約伯不犯罪 也沒有把神當作是愚笨的神 也沒有把神當作愚笨的神 意思就是說 沒有評論神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沒有評論神的意思 我們再看二章十節 我們再來看二章十節 十節的最後一句話 十節最後一句話 在一切患難的事上 約伯並沒有以口來犯罪 約伯並沒有以口來犯罪 所以他整個事件的患難裡面 約伯他都沒有犯罪得罪神 所以整件事件患難裡面 約伯都沒有用口來得罪 所以你不要在那邊猜說 他自意啦 他怎麼樣啦 你不要這樣講 所以你不要在那裡猜說 他自意啊 這裡都已經把他講 在一切的患難事件上面 他沒有犯罪得罪神 這裡已經將一切講清楚了 在一切患難的事件上 聖經都這樣認定了 我們就這樣接受 你不要到裡面看 他有說他沒錯啊 他自意 那是你講的 作者已經把他的結論都寫出來了 放在第一章第二章就講了 放在第一章第二章 我們就是這樣認定他 他是沒有犯罪的 他整個事件的過程 你就去看他怎麼面對他 那最後在他的朋友的對話裡面 最後在他朋友的對話裡面 他這個朋友三個非常嚴厲 他們用非常高標準的信仰道德 他們用非常高標準的信仰道德 來對約伯整個行為模式做了評論 你對約伯整個行為模式做了一個評論 所以作者特別交代說他沒有犯罪喔 他連嘴巴都沒有得罪神喔 結果他的朋友就是一般人的傳統看法 結果他的朋友就是一般人的傳統體法 哇 在檢視他的整個行為模式 行為的信仰模式 在檢視他整個行為模式裡面 結果最後神還是認定約伯是對的 最後神還是認定約伯是對的 神責備那三個朋友是不對的 神責備那三個朋友說是不對的 所以藉著三個朋友對話的那種要求 所以藉著三個朋友的對話要求 反而凸顯約伯的他的信仰的道德行為是高標準的 反而凸顯了約伯 他的信仰道德行為都是高標準的 哇 如果我們是當時的約伯 如果我們是當時的約伯 不知道我們的信仰的道德水準有沒有這麼高 我們的朋友口才都很利 我們的朋友口才都很利 所以我們發現這個約伯 遭遇到這種苦難 遭遇到這些苦難 要度過很不容易 有朋友的攻擊 其中的痛楚 其中的熬煉 其中的熬煉 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 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 所以我們在當中看到了神的憐憫跟保守 所以我們當中看到神的憐憫跟保守 就像先知以賽亞說的見證是這樣 就好像先知以賽亞所說的見證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以賽亞書的63章 我們請看以賽亞書的63章 63章 以賽亞書63章 八節九節 以賽亞書63章第八節第九節 這樣他就作了他們的救主 他們在一切苦難中 他也同受苦難 並且他面前的使者 拯救他們 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們 在古時的日子 常保譜他們 懷逮他們 在這裡先知以賽亞 在這裡先知以賽亞 他要百姓能夠悔改歸向神 他要百姓能夠闊改歸向神 並且也表明神會憐憫救贖 並且也表明神會憐憫救贖 只要你不虛假 你是真的神的子民 只要你不虛假 你是真的神的子民 有患難有敵人公主 有患難有敵人公主 最後神還是要做這個子民的救主 最後神還是要做這個子民的救主 那在面臨這個患難公主的時候 在面臨這個患難公主的時候 神也跟你一起同受苦難 神也跟你一起同受苦難 而最後神就猜死者拯救你 而最後神就猜死者拯救你 使恩典慈愛憐憫你 那這兩個經文 他這種患難的寫照 他這種患難的寫照 真的就可以用在約伯的身上 真的是這樣表明見證出來了 那我們再來談第三個方向 我們再來講第三個方向 約伯的朋友的對話 約伯的朋友的對話 就是從四章一直談到三十一章 就是四章一直到三十一章 這三個朋友的對話 其實也造成約伯在苦難中的一種很大的負擔和壓力 因為你詳細看這個內容的時候 因為你詳細看這個內容的時候 他三個朋友講的話 比較沒有安慰性和鼓勵 他三個朋友講的話 比較沒有安慰性和鼓勵 所以導致約伯在談論的過程裡面 所以導致約伯在談論的過程裡 跌入到失望的聲音裡頭 所以在約伯記的十二章到十四章 當他在回答這些朋友的話的時候 他甚至懷疑時候還有生命嗎 那為什麼約伯有這樣的現象產生呢 因為那三個朋友一直在要他一點 因為他三個朋友一直在咬著他 他就認為說約伯你應該是罪才受苦 他就認為約伯你應該是犯罪先受苦 他們三個都這樣咬 他們三個都是這樣咬 這是一般人的看法 這是一般人的看法 我想現在的人也是這樣 我想現在的人都是這樣的 結果你跟他有一點摩擦 結果你跟他有一點摩擦 結果他就走在路上被車撞了 結果他走在路上被車撞了 你看你跟我吵架 你看你被車撞了 結果被車撞了之後就說 你看你夠膽跟我吵架 你看現在被車撞了 我們的旁邊周邊很多這種人 我們的身邊周邊都是很多這些人 或者你沒有聽到 有可能他在家裡就跟太太還講 你們要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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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幾天才跟我這樣講 你看看我祷告 拿被抓 你看看這個人幾天前 才跟我這樣講話 結果我吐架 他馬上被車撞了 你們如果不小心跟我講話 我吐架你們也會這樣 老婆子女 你們如果不小心跟我這樣講話 我吐架你們也會這樣 你算什麼 你算什麼 你出關還不是一樣要辦護照 一樣還算什麼 你過關的時候 一樣要拿護照出來 你沒有護照 你離不開這個香港 你沒有護照證件 你是不可以離香港的 大家不是人 大家都是人 你不要隨便把事情攔在你身上 你不要隨便把事情攔在你身上 人沒有這麼厲害 一樣都會生病 一樣會生病 但是傳統人的看法 但是傳統人的看法 最喜歡認為 最喜歡認為 然後呢 很喜歡審判人 然後很喜歡審判人 尤其一個人到達什麼樣的成就和年齡 更會這樣 尤其一些人到達某些年紀或者成就 更加容易去批評人 你不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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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行喔 如果你反過來說 可能我不對 如果你反過來說 可能我不對 可能我不行 那你的道過又不同 那你的吐架又不同 但是我們有多少人能夠這樣了解 但是我們有多少人能夠這樣了解 那個約補的三個朋友 約八個三個朋友 每一個講話都說 你犯罪了 他每一個人講話都說 你犯罪了 第四章到第五章 第四章第五章 那個朋友怎麼講 他的朋友怎麼講呢 你喔 你在根影罪內 看不出來隱藏的 你的罪業是看不出來的 隱藏的 所以你會被全能者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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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朋友比勒達 第二個朋友比勒達 第一個是以利法 第一個是以利法 第二個朋友以利法 第二個是比勒達 他就說忘記神的人 他就說忘記神的人 他的情況就是像你這樣 他的情況就像你這樣 要被毀滅 要被毀滅 甚至第三個朋友所法這樣講 甚至第三個朋友所法這樣講 你的手裡面如果有罪內 你要遠遠都除掉它 你的手裡面如果有罪業 你要延免地除掉它 因為這個不容不義的事 在你的家庭裡面居住 不容不義的事 在你家裡居住 哇 這是第一次循環講的 這是第一個回合講的 第二次循環的對話 第二次的對話 就直接講耶博 你是惡人 所以會受苦 就直接說 若白你是惡人 所以受苦 到了第三次的循環對話 認為耶博是罪人 認定若白是罪人 哎呀人怎麼可以審判人呢 哎呀人怎麼可以審判人呢 就算你感覺對方是這樣 就算你認為對方是這樣 你勸他玩 你要鼓勵他 要回到神這邊回感 你勸他玩 你也要鼓勵他 有一天你暖落了 有一天你暖落了 人也用一樣安慰鼓勵的聲音 來帶領你到神面前得力量 人都是用同樣的 安慰鼓勵的聲音 帶你回來 所以講到後來 所以講到後來 那個內容都說耶博是罪人 那個內容都是說若白是罪人 其實耶博他是一個非常渴慕神的人 其實若白是一個非常渴慕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 非常敬畏神的人 他真的做得很確實 他真的做得很確實 所以朋友都這樣認定 所以朋友都這樣認定 認定他是罪人 認定他是罪人 所以他困惑 所以他困惑 一直到年輕的以利戶講話的時候 一直到年輕的以利戶講話的時候 以利戶勸他這樣說 以利戶勸他這樣說 你不要以自己的理解 不要以自己的理解 然後用自己的智慧知識來自豪辯駁 然後用自己的智慧知識來自豪辯駁 反倒是要以敬畏神大有能力 反倒是要以敬畏神大有能力 他這樣講是好像站在中立 他這樣講好像其中立 但是也提醒這個在場的那幾個人 也都提醒在場的那幾個人 那整個答辯的過程裡面 整個答辯的過程裡面 耶博對他們做了相當程度的慎變 若白對他們做了相當程度的慎變 若白對他們做了相當程度的慎變 若白口才很好 若白口才很好 所以那幾個朋友要講話 大家都很厲害 那幾個朋友要講話大家都很厲害 但是也確實反映出他內心有一個追求 但是也確實反映出他內心有一個追求 就是對苦難的一種訴求跟不了解 就是對苦難的一種訴求和不了解 他想要從朋友和這些人說的話裡面 去找出真相 他想要從朋友講的說話裡面找出真相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苦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苦難 他的意義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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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甚至很急著要找出能夠解決苦難的方法 他甚至很急著要找出解決苦難的方法 但是人的智慧能力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但是人的智慧能力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我們常常會這樣 我們時常會這樣 比如說家裡有一個人生病 比如說家裡有一個人生病 而且他生的病是你不小心照顧他 隨時就會斷命的那種 而且他那種病是如果你不小心照顧他 他就隨時會斷命那種 我曾經也訪問過這樣的人 曾經也訪問過這樣的人 那個生病的人他就很想要離開這樣的苦楚 那個生病的人就很想離開這樣的苦楚 他想要看怎麼樣可以得到解決 但是找了很有名的醫生全部沒辦法 那醫博的狀態也是一樣 你們一直說我不對 你們說我是罪人 但是我現在很急 看能不能找到一個方法脫困 或者是讓我明白為什麼會有這個苦難 他的用意是這樣 但是我們看耶博就常常沒有這樣想 都是從事件的那個苦難事件 然後就來去決定或看什麼 你這樣的判斷就不清楚 都是從那個苦難的事件裡面來決定 判斷一些事情 你這樣就沒辦法看得清楚 我們看到耶博有口才知識 我們看到耶博有口才知識 他面對的患難身心都分裂了 他面對患難身心都分裂了 非常極度痛苦 非常極度痛苦 他甚至就有一點嘲諷自己 他甚至有點自嘲 在耶博記第四章的十八節 他甚至說我為什麼要被生下來呢 他甚至說我為什麼要被生下來呢 如果我的前面不做 後面是這樣的話 不如不生我的好啊 如果我前面這樣 後面又發生這樣的事 不如不要生我 這個不是表示他自意 這個是一般人的狀況 正常狀況下一定會有這種反應 這個是一般人的正常狀況下 就是人在情急無力的地步下 就是人在情急無力的地步下 就會講 好像生我多餘都遇到這樣的事 就會說 好像生我多餘的 所發出的 代表我們世人的共同的信心 難道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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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問題很苦的時候 當你問題很苦的時候 一定會去想找誰解決 你會找誰解決 一定找教會幫助代表 一定會找教會代表幫助 或者掛幾通電話就傳到 或者打電話找傳導 找可以幫助你祷告的人 找可以幫助你祷告的人 不過還好我來到香港 不過還好我來到香港 大家都很有禮貌 大家都很有禮貌 不會在我正在睡到兩三點 換夜迷迷糊糊糊的時候 打沒有 不會是我睡到半夜 迷迷糊糊糊的時候 打來找我 但是我在台灣負擔 我就碰過這樣 但是我在台灣負擔 我就碰過這樣 兩點半 凌晨兩點半 打電話傳導我有問題 凌晨兩點半 打電話來說 我說是啊你有問題 現在兩點半你打來 是啊你有問題 所以你兩點半 我們會碰到這樣 我們經常都會碰到這些問題 來到香港沒有碰到這樣 來到香港沒有碰到這樣 都是在正常時間 大家一起來關懷 大家一起來關懷 那如果我們遇到約伯的情形 如果我們遇到約伯的情形 我們一定要找可以跟我們 一樣的心了解的 講出話 我們一定會找 和我們一樣的心了解的 去講這些話 除了這樣 約伯也提出了 約伯也提出 人在神面前 只能夠成為義人 人在神面前 怎麼能夠成為義人 因為那個朋友一直講 哇 要做義人 那他的朋友 一直說要做義人 哇 這個約伯提出 這個兩個問題 約伯提出這兩個問題 我為何被生下來 我為何會被生下來 人在神面前 只能成為義人 和在神面前 這個表明就是 人跟神是沒得比的 這個表明 人跟神是沒得比的 也就是神是全能的主 也就是說 神是全能的主 說明了人的一種無知無用 講明人的一種無知無用 人的有限 人的有限 怎麼可以跟永恆的神來相比呢 怎麼可以跟永恆的神來相比呢 人在神面前是無地之容 人在神面前是無地之容的 所以直到二十三章二十四章裡面 所以到二十三、二十四章裡 後來約伯就談到 善惡到最後都會有所報仇的 約伯就講到善惡到最後都會有所報仇的 但是他講了一件事 你不能因為我現在受苦難 你就說我是犯罪受災禍 你不可以因為我現在受了苦 就說我犯罪投災 所以不可以憑一時或一次 就認定服禍的這個結果 所以不可以憑一時或一次的事件 就認定覆我的結果 你不相信你想想看那個約束 你不相信你看那個約束 被關在監牢 被關到監牢 那就被人認定是沒有用啊 罪人啊 被關在監牢永遠無翻身之地啊 你在監牢裡面永無翻身之地啊 我們現在的了解是這樣 你看看那個被關在監牢的 你看那個被關在監牢的 他出來找工作真的很難 出來找工作真的很難 社會大部分都不容易接受 社會大部分都不可以接受 但是約束不同啊 但約束不同 他不是犯罪被關的 他不是犯罪被關的 他是真實信仰不犯罪的 毒罪神這樣被關的 他堅持信仰不犯罪這樣被關的 結果他從一個監牢的囚犯 被神提升直接做埃及的宰相 結果他就從一個監牢的囚犯被神提升 直接做宰罪 我看在這個世界有人來啊 這是第一個這樣的 找不到第二個 我想這個世界上有人以來 他都是第一個 那就是神在掌握嘛 這個就是神在掌握 這個也是約束所講的 不要憑一時一次來認定人的福禍 意思就是說 人對苦難的原因有很多不了解 意思就是說 人對苦難的原因有很多不了解 甚至對苦難的來臨的背景也不清楚 我們如果要參與我們就是要關懷了 我們如果要參與我們就要關懷 我們要關心 不要隨便替人家下結論 你不要隨便替人家下結論 下判斷的語言 下判斷 造成人家的困難 造成人家的困難 一直到38章到41章 一直到38章就寫了一章 這個神就開始講論 這個神就開始講論 從浩瀚的世界怎樣看出神的作為來 他從浩瀚的世界怎樣看出神的作為來 哇 講講講 他們幾個人都靜下來了 神在講的時候 這個蘇約伯他才知道 啊 從浩瀚的世界來看 哇 問人算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約伯先至突然明白 從浩瀚的世界來看我們人知道什麼 神親自講出來 宇宙物質的奇觀 嘶 造物者的奇觀 展現了神的智慧 展現了神的智慧 是超过人任何的想象 和任何人所能理解的 这是人无法支配的一切 这是神的权能 所以人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 所以人在神面前暂立不住的 最后在42章里面 他就把自己当作炉灰中的灰尘来看 他就把自己当作炉灰中的灰尘来看 那个炉灰是什么 就是我们拿木头在野外烧烤剩下来的灰 就是我们拿木头在野外烧烤剩下来的灰 甚至把自己比喻成尘土里面的一小栗子 甚至把自己比喻成尘土里面的一小小栗 那样的来深深的回转 这样来深深回转 还有什么好计较 还有什么好辩论 还有什么好辩论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 万物的世界中就是这个炉灰中的伊犁灰而已 在万物的世界中就是炉灰中的一粒灰 一定要来到全能主面前 一定要来到全能主的面前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 最后神称约伯怎么说 神清约白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最后一章 42章 约伯记42章 约伯记42章 42章的七节八节 第七节第八节 我们要看的是一句话 42章第七节第八节 耶和华堆约白说 我们要看的是一句话 我们要看的是一句话 有一个称呼 有一个称呼 我们看到神称约伯怎么称 我们看到神称约伯 我的仆人约伯 我的仆人约伯 祂讲得对 祂讲得对 你们三个朋友讲得不对 你们三个朋友讲得不对 七节八节都讲到神称约伯 叫我的仆人 七节八节都要讲到我的仆人 第一章也谈到我的仆人 第二第一章也都讲到我的仆人 那个时候约伯还没有受患难 那个时候约伯还没有受患难 神称他 撒旦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 那个时候神问撒旦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 过了这个大患难以后 约伯通过了 约伯通过了 神还是称他说 我的仆人约伯 神还是称他说我的仆人约伯 信心操练的神的儿女 约伯 这个才是真正通过信心操练的约伯 今天我们受洗归入主名下 今天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受洗了 在天上的生命册里面 神根据某某人 哪年哪月哪日受洗了 受洗了 天上的生命册 就有登记某某人 某年某月受洗了 有一天神还要看你 是不是他的儿女 有一天神还要看你 是不是他的儿女 好 你活了八十年死了 你活了八十年死了 离开世界了 离开世界了 这个时候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 这个时候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 某某人还是真耶稣教会的神的儿女 某某人还是真耶稣教会的神的儿女 那好啊 那一天你受洗就是 第一天你受洗就是 经过几十年的人生的熬练 经过几十年的人生的熬练 神还是认定你 就是真耶稣教会神的儿女 神还是认定你是真耶稣教会神的儿女 就像那个约伯 还没受大患难前 神称他我的仆人约伯 神称他我的仆人约伯 经过了大患难的操练 经过大患难的操练 还是没有犯罪 站在神面前 他还是没有犯罪 站在神面前 通过了最后神祝福他 而且说我的仆人约伯 这个就是耶稣的人生 这个就是耶稣的人生 我们今天也要这样 我们今天也要这样 从信主的那一天起 从信主的那一天起 你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到离开要见主的面的时候 还是神的儿女 到离开要见主的面的时候 还是神的儿女 所以这个中间过程的生活很重要 所以中间过程的生活很重要 这个就是你我的人生 你到底怎么经营的 你到底怎么经营的 要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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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他坚持 他坚持 度过的虚担心苦 他坚持度过这样的生活 最后站在神面前 神还是说 我的仆人耶稣 所以站在神面前 神都是说 我的仆人耶稣 通过了 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努力 我们今天也要这样努力 好好建立我们的信仰人生 好好建立我们的信仰生活 那最后要讲的 其实要讲 这个苦难的耶稣的人生里面 其实要讲苦难的耶稣人生里面 他留下了什么让我们知道的事 他留下了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呢 他被考验的信心 他被考验的信心 最后成为一个荣耀神 见证神的人 最后成为一个荣耀神 见证神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 神因着耶稣而 战胜了魔鬼的破坏 所以我们看到神 因为约伯而战胜了魔鬼的破坏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信心的通过 所以你信心的通过 就是荣耀神 见证神的一个好方法 就是荣耀神 见证神的一个好方法 他有几点让我们可以思考 他有几点让我们可以思考 他笑话 第一点 第一点 他留下的典范 他留下的典范 我们先来看耶伯记第一章 我们先来看耶伯记第一章 耶伯记的第一章 耶伯记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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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讲 耶伯每天清早起来做哪一件事 杨伯每天清早起来做哪一件事 他说他按着他的儿女家里的人 为他们献凡祭 恐怕我的儿子犯罪啊 心中记掉神啊 恐怕我的儿女犯罪啊 心中记掉神啊 恐怕我的儿女犯罪啊 心中记掉神啊 他每天这样做耶 他每天这样做耶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为孩子 为家庭人 祷告 就是为孩子 为家庭人祷告 在启示录的第五章 在启示录的第五章 八节里面 八节里面 那里讲到那个献心相祭 那里讲到 这个祭会 会跑到这个在荣耀宝座上的金香炉 这个轻香祭会跑到荣耀宝座上的金香炉 这个轻香祭是什么 这个轻香祭是什么 是众圣徒的祷告 是众圣徒的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 他是一个很会祷告神的人 他是很会祷告神的人 富有也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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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的时候也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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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他忍耐吃苦 而且不犯罪得罪神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整个过程里面 他每一次的打击 都可以让他拒绝神 他每一次的打击都可以让他 但是他都忍耐度过 但是他都可以忍耐度过 他就没有犯罪 他就没有犯罪 这个在耶伯基一章二十二节 还有二章的十节 还有二章的十节 那里都讲了 在这一切的患难事上 他都没有得罪神 那里都讲了 在一切的患难事上 所以你要知道 他没有犯罪 所以你知道他没有犯罪 忍耐受苦 忍耐受苦 也不跟人比较 也都不跟人比较 把他一直寻找 这中间有什么样的神的意识 反而还一直尋找 这个中间有什么神的意识 所以忍耐知苦 而且不犯罪 这一点我没有学 所以忍耐吃苦不犯罪 第二点 第三点 他认定生命的主 他认定生命的主 他遇到外面的灾难 他遇到外面的灾难 自己又被毒藏 自己又被毒藏 太太又嫌弃他 太太又嫌弃他 真是痛苦 但是他曾认定神是命运的主宰 但是他认定神是命运的主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真言十四章 我们来看一下真言十四章 真言十四章 十四章的二十七节 十四章二十七节 九月七百七十九页 十四章的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全员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 在这里讲 在这里讲 你敬畏神就是生命的情愿 敬畏神就是生命的全员 你不敬畏神 你不敬畏神 你不敬畏神是命运的主宰 那你就没办法真的得到神恩典 那你就没办法真的得到神恩典 这里说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 这里说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 看是什么样的事情 会造成你生命的威胁 看是什么事可以造成生命的威胁 包括犯罪也一样 包括犯罪也一样 这些都会制服人 什么可以解决 就是靠这位主宰人生命的主 第四点 我们人不要活在人的话语下 当约伯的朋友责备他 都认定他是因为罪来受苦 甚至称他为恶人罪人 朋友讲得这么认定 但是我们看到约伯 最后在全能者的神讲话 他就安静不讲话了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要活在人的话语下 我们不是活在人的话语下 我们常常很软弱 我们时时都很软弱 别人讲一句话说 我认为你不好 人家会说一句话 我认为你不好 我很討厌你 他回家就一直想 他回家就一直不来聚会 然后也不吃饭 不来聚会 所以属灵信仰就软弱了 不吃饭身体健康就有问题了 不吃饭身体健康就有问题了 开始很多的不协调 原定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就因为那个人讲的那句话 那么你是活在人的话语下 那你是活在人的话语下 你当一个基督徒 你那一个基督徒 你面对很多的患难 你面对很多的患难 你的人生 你不是活在人的话语下 你要做一个分别 然后活在神的话语下 活在神的恩典中 活在神的全能之下 保罗也是这样教导哥林多教会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请看二十节 在这里保罗这样讲 其实这句话是延伸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的话 这里说你们的信心和信仰 不在乎人的智慧 乃在乎神的大能 然后你再看二十节 然后你再看四章二十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人的眼里 乃在乎神的全能 乃在乎神的全能 如果约伯在乎人的话 如果约伯在乎人的话 他早就已经丢弃信仰了 他一早就丢弃信仰了 但我们看到他非常坚定 当我们看到他非常坚定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也都一样 你要分别人的话跟神的话是不同 人的话变来变去 人的话很不真实 很会欺骗 包括善良的谎言还是欺骗 包括善良的谎言都是欺骗 但是神的话永远不改变 所以神的话叫做真理 我们把神的话好好记在心上 照着神的话来传福抢福音 照着神的话来生活 照着神的话来生活 照着神的真理来得到永恒的生命 照着神的话来生活得到永恒的生命 照着神的真理得到永恒的生命 照着神的真理得到永恒的生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你不能说读一读奇怪 别人有体验我没有 那是你根本没有去用心做好 那是你根本没有用心做好 你能做好的神一定让你体验 你能够做好的神一定能够让你有体验 所以你不要怀疑神 所以你不要怀疑神 自己没那么伟大 自己没那么伟大 我们要常常做一个环心检讨 我们时时都要做一个牌子检讨 所以透过约伯的人生 所以透过约伯的人生 我们刚刚整圈都走过去了 我们整圈都走过了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要想一想 那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 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 甚至啊 要知道一点 甚至要知道一点 只有在主里面的人生才得到真正的改变 只有在主里面的人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变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健壮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健壮 若白做到了 我们今天还在努力做 我们今天还在努力做 因为一直到主在领 我们才能够知道做得好不好 因为一直到主在领 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做得好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唱诗 我们下期间吧 我们下期见